好,这里是韩服的官网 他们这里有一个关于真实力量和真实徽章的一个详细说明页面 首先真实力量它是由古代之神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 它是用于对付塞尔提乌极欧面区域怪物的一种特殊力量 真实力量它要通过装备真实徽章来获得 真实徽章它是由塞尔提乌极欧面区域获得的一种新的装备 它也是一种新的装备系统 它跟神秘盒的神秘徽章很相似 它会增加你的主手性还有真实力量 然后这里他也说了真实徽章 它是不会有属性百分比增加的一个效果 然后随着你等级的提高 真实力量的数值也会提高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点击装备下面的authentic键 就能开启右边的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会显示你的真实力量 还有主流性 以及真实徽章它的等级和经验值条 然后它目前有两个地方可以获得 一个是塞尔提乌260到264级 以及燃烧了塞尔提乌265级到269级 分两个地图来 然后它是通过每日任务来获得 每个区域都是六选一 然后怪物的数量跟它这等 跟它所在地图所需要的真实力量有关 1000支的话对应50跟70 700对应的是100真实力量 然后获得之后 它会合并 合并起来 然后跟神秘盒的神秘徽章一样 升级也需要金币了 目前1级到2级需要29个 2级到2级到3级要76个 但是目前还没有第三级的一些信息 只要第三级的数量一确定的话 就可以确定它的公式 目前的话公式有版本有很多 目前有那个9n平方加20n这个说法 然后1级到2级是1亿8500万的金币 比神秘盒还多很多了 最高等级是11级 那么1级的话是10点真实力量 加500点的主属性 到满级是2500点 所以如果目前是三个区 目前确认的时候 有三个区域 加起来就会有7500点 但是很难说明到后面 G-R-A-N-D-I-S 现在是N 到后面是D-I-S 说不定后面还有区域开放 到时候可能就是1万多了 都说不定 然后这是真实力量的一个界面 它这里会显示真实力量数值 然后真实力量 你鼠标滑过这个界面 它会显示你当前的一个状态 假如你的真实力量低于地图 所需要的真实力量 那么你的伤害会减少 减少量是根据你跟地图 真实力量的一个差距来减少 假如你低于的时候 就是地图所需的真实力量 减少你自己的真实力量的百分比 那比如说它现在是60 那么它差距是40 所以你能够对怪物造成的伤害 就是60% 是100减去40 然后它也举了个例子 假如你有30 假如地图是30 你自己是130 差距是100 那么差距100的情况下 理论上会扣光 对不对 然后它最少也会有5%的这个伤害 所以如果你的差距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 它就有一个最小是5%的伤害 然后如果你的真实力量超过了地图的限制 那你会有额外的造成一点伤害 也是角色的真实力量减去地图所需的真实力量的差 除以2的百分比 那比如说它现在是60 地图是50 那么差距是10 除以2就是5 所以你对怪物造成的伤害是105% 然后它也讲了 最多是可以对怪物造成最多额外25% 也就是说它这有个例子 假如你是有130真实力量 地图要求50 那么差距是120 理论上应该是160嘛 但是它也只能造成125的伤害 然后如果你跟地图的要求是一致的话 那就是正常的伤害 就是你对怪物造成的伤害是100% 然后它这里也讲了 根据你跟地图真实力量的差距的数量 会得出三种你自己会受到的伤害 假如差距是0以下 也就是说你跟地图的差距 就是你大于或等于地图是100的伤害 也就是说跟神秘盒相比 它是没有1 这个时候就会完全的抵抗 就不会受到1这个伤害 就是完全100% 然后你跟地图的差距 你小于地图的时候 在1到50这个差距 伤害是150 1.5倍的伤害 然后差距在51以上是2倍的伤害 这是它这个所受伤害的一个说明 然后这是它的地图上 每一个猎场都会有要求的真实力量 图书馆这边包括赛提屋 所有区域都是50点 然后燃烧的赛提屋有两个 分别是70跟100 然后这也提到了 心之力地图 神秘力量地图 还有真实力量地图是不会重叠 好 这是它主要的内容 然后额外提一点 它这个界面显示是六边形吗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球 真实徽章 它其实是两个正六冷锥 拼起来一个多面体 是两个人的封面体 现在是一段调立的 是三个人的参赛